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一般民宅大多已翻新 但依然有许多古迹被保存下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栋京广福公馆 它正是当年的拓肯组织营运总部 及爱房指挥中心 是现在的国定古迹 曾经的国家一级古迹 是新竹县内唯一的国定古迹 更是当年国家一级古迹中唯一的住宅 这里还是补充一下好了 早期我国把古迹分成一级古迹 二级古迹 三级古迹 1997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法后 就改为国定古迹 直辖市定古迹与限定古迹了 但因为1997年修法时 将原本的一级与二级古迹 并在一起都变成国定古迹 所以即使到多年后的今天 为了强调古迹的重要性 在谈到当年的一级古迹时 还是会常常把这个称号拿出来介绍 北浦地区有非常多当初江家开支三业后留下的古迹 北浦老街中除了京广福公馆之外 有1985年被纳入京广福公馆古迹区范围内 也是国定古迹的天水塘 它是江秀鸾与其后人的居所 还有20世纪上半叶 江家后代盖的欧式建筑江阿兴阳楼 以及难得不是江家的 北浦地区第一位秀才曾学兮 他儿子盖的中树塘 邓南光也算是江家后代 只是父亲跟母亲姓了邓 他是台湾最早期的摄影先驱 早在日治时期的1930年代 便受到日本摄影界注意 照片与影片作品都得过奖 更被日本当局选为台湾总督府登陆写真家 邓南光的侄子邓世元 曾在北浦老街附近开了一家世元医院 现在成为邓南光影像纪念馆 在介绍邓南光生平的同时 也保留了30至60年代 他留下的台湾民间生活珍贵影像记录 这里常常会办与影像相关的展览 我们去的时候举办的是 北浦乡图书馆环书乡的征图 有很多小朋友与疑似小朋友的家长参加 作品都很可爱 冷气也很冷 耶 这个景点位于六堂休闲谷 是因为附近有6个灌溉用的池塘而得名 名产是士饼 自从在其中一座池塘边种了一排洛宇松之后 立刻爆红成为拍照打卡景点 每年12月到1月的假日人潮汹涌 络绎不绝 池塘很小 洛宇松也就是一排而已 除了拍照之外 坐在池塘边放空或到旁边的咖啡厅坐坐都不错 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近年来全台满地的所谓樱花与洛宇松秘境 当然我知道每个国家的人都喜欢异国的陌生景色 但他们如果无法与在地的脉络连结在一起 对文化景观来说会是一种破坏 据说已经超过500岁的二辽神木 很亲切地出立在乡间道路旁 它是全台湾平地最大的张树 高20公尺 胸围近7公尺 树冠幅有470平方公尺 2013年时二辽神木受到严重的白蚁虫害 县政府与民间单位合作抢救 经过人类树医生的精心诊治 现在二辽神木已经恢复健康 从外观上还能看得到具保护作用的铁皮 虽然外观多了人工的痕迹 但我觉得这让二辽神木与人的关系更密切 更有拟人化的想象空间 加上树下小小的被公庙 二辽神木周围满布着老树特有的慈祥温暖气息 看到麦克田园的麦克不要以为是麦当劳 麦克是中国甘肃地区的一种职业 专门沿着黄河从上游往下游协助收割麦子赚取收入 这是因为甘肃地区比起黄河下游的地势来得高一些 作物比较慢熟 麦克们沿着黄河往下游打工收割 一轮后回到甘肃 家乡的麦子就正好可以收成了 北斗居民的先祖大多是来自广东地区的客家人 但如果再往前追溯 可以追到古代的甘肃地区 取麦克田园这个名字真的是意味深长呢 麦克田园是少见以控油为主打活动的园区 不是一般农庄中有一两座窑给你体验那种 而是整排整排有几十座窑让你控脱油鸭 番薯跟玉米 虽然没有小时候直接用野外的土造窑控寒吉 那么原汁原味 但环境舒适不少 除了控油与烤肉之外 麦克田园其他的设施也相当完善 有供小朋友玩水的细水区 控半天很失败还可以让你吃饱的餐厅 以及可爱动物区 我们家小编一直在人家火鸡面前讲说想吃嘉义鸡肉饭 超级没礼貌的啊 火鸡看起来超壮脾气又不好 还好有铁丝网不然可能会冲过来揍我们 总之这里是很适合一大家子人或三五好友 一起来混一下午的地方 吃饱喝足后可以顺道在附近的南浦社区散散步 他们是农村再生条例通过后 第一个核定的农村再生计划社区 南浦社区曾经困扰于水源不足 后来全村决议休耕一年 并合力修复村里的百年水尊 让农作恢复过往朝气蓬勃的模样 被称为南浦黄金水乡 来往南浦地区一定会经过南浦大桥 因为桥身上特殊的红色圆圈造型 也有百分桥的称号 事实上那些红色圆圈 还真的是一百的意思哦 是为了纪念北浦国小建校一百年而盖成这样的 后来有许多考生为了增进考运 纷纷在考试前来这座百分桥前祈福 拜这座桥 拜这座桥 可以回去好好念书吗 龙英宗是日志时期生于新竹北浦的客家裔台湾作家 1937年凭只有木瓜树的小镇 成为第一位得到日本文学奖的台湾作家 龙英宗的重要性来自于他所跨越的时代及语言背景 他二十几岁时在银行上班 会讲日语和客语的他竟然被日籍主管骂 台湾人怎么不会讲台语 到了二战结束后 他又必须学习国语 在近70岁的时候终于突破语言障碍 开始用中文写作 也累积了不少作品 龙英宗的创作历程同时受到殖民与移民因素的影响 反映了那个时代之下许多台湾作家遇到的困境 文学馆所在的建筑是北浦工学校日式宿舍 也是龙英宗的母校 馆外呼应他的成名作种了木瓜树 馆内除了介绍作家生平之外 还依他当年得奖时的照片复刻龙英宗书房的模样 整个文学馆小巧精致 服务人员也热情友善 南外社区位于北浦市区南边往五指山方向的半路上 是以蝴蝶为观光主题的社区 以引人注目的蝴蝶生态池为中心 在社区活动中心后方规划了一块小而美的区域 一边有蝴蝶廊道 另一边有经过整治规划的小南坑野溪 这里的蝴蝶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到处都是 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是蝴蝶数量最多的春季 但已经很夸张了 大大小小品种不同的蝴蝶 亲眼所见比镜头能拍出来的壮观不少 来这里除了赏蝴蝶之外 还有蝴蝶形状的客家米食蝴蝶板 与蝴蝶餐可以吃 各式各样的蝴蝶任均享用 而不对是各式各样蝴蝶爱吃的植物任均享用 北浦冷泉与苏澳冷泉并称为全台为二的冷泉 水温在10到20度之间 是含有大量二氧化碳的碳酸氢钙泉 从竹37号线到的一侧可以看到好几家商店与摊贩聚集 走过吊桥与水泥拱桥到大平溪的另一侧 就可以看见冷泉设施 有深浅两口泉池还有泡脚池 但现在不知为什么只开了较深的那口池而已 因为北浦冷泉就在西边 加上近在直尺的大平溪蓝沙坝 在溪谷里玩水的人比泡冷泉的多很多 附近可以看到好几面政府立的牌子告诉大家这里是开放性水域 河流湍急水深危险啊 开放性水域是什么听起来好可怕啊 只要不是游泳池都是开放性水域哦 湖啊海啊河啊溪啊 只要是自然形成的都叫开放性水域哦 我是觉得啦原则上每个人本来就应该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 高山大海森林小溪都应该尽量开放 让人类有自由探索自然的机会 啊自己不注意不小心出事了也不要去牵托政府 如果真的觉得太危险了实在不禁不行 那就直接禁 放这个告示恐吓你说很危险但又没有要禁止 然后现场看起来超级不危险爆多人在玩的不知道要干嘛 真的要做警告标志就要像这个 这种一看就会觉得好好好我知道了啦 真的很危险好不好 这才会有效嘛 在竹东镇那集曾经提过 新竹五指山的东半部在竹东镇境内 西半部在北浦湘境内 所以五指山山腰与山顶两条步道也都会经过这两个行政区 上次我们介绍了大多在竹东镇境内的金龟岩步道与侯洞步道 这一次就轮到在北浦湘境内的五指山横向步道了 五指山下有一整排宫庙分别奉寺不同的神明 例如全国唯一供奉造王爷的造军堂 供奉玉帝的七个女儿又叫七娘妈的七仙女庙 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大圣爷庙等等 其实附近还有主寺玉皇大帝的玉皇宫 以及少见主寺盘古大帝的盘古庙等等 真的是临山宝地庙有够多感觉都可以开主题乐园了 可惜我们时间不够 否则全部逛一轮应该也蛮有趣的 五指山横向步道是一条轻松好走的步道 如果从西往东走的话 只有开头一小段抖上比较辛苦 在半山腰左转之后就都是平缓向下的行程了 沿途鸟与虫鸣 有一段穿梭在柳山林间非常惬意 中途在步道右侧有一片陡峭的大岩壁 从这里往左看 除了美丽的层层山巒之外 也能远望新竹的海岸线 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傍晚时分 景色很美 在北浦乡的最后 我们来到了这集的重头戏 绿世界生态农场 我多年来对绿世界的印象都来自于这只洗脑的广告片 新竹 北浦 绿世界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以为绿世界就是个大型植物园或花园之类的 大概是那种规模不大维护很烂狗言残喘的 自称为主题乐园的地方 但这次终于正式造访之后 我是彻头彻尾的对绿世界改观 几乎每分每秒都是惊喜 可以说绿世界是我见过台湾规划与营运维护最有质感最完善的主题园区了 好话说的很夸张哦慢慢来说首先它的门面就让人感到眼睛一亮热带风格的木造大门加上漫天的水雾清凉又有气势 进门往左走是颇有热带水域风情的天鹅湖与湖边的儿苗和黑度绵羊 从这一区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景观营造都是经过设计的 不是那种把动物围围列个牌子贴张纸就好的简陋做法 绿世界里的动物有很高的比例都是没有被关起来 可以在民众周围自由走动的 在可爱动物区中各种鸡啊兔子啊天竹鼠啊满地跑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天竹鼠不是被放在箱子里展示 也很怕会一个不小心踩到它就GG了 同一区里还有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的活山枪 以前都只有在山产店的菜单 生物多样性探索区也是 剃狐就站在你伸手可及但不能伸手因为会被咬的距离 然后最扯的是这个这么大只的蜥蜴就这样随便丢在地上 这真的是可以的吗 他们也会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把草泥马放出来在草原上晃来晃去 虽然是不能跳上去骑 不过绿世界可以说是将与动物共处的气氛营造的非常好 在植物部分有香草植物啦仙人掌啦还有最特别的食虫植物区 猪龙草 捕银草 毛毡台等等 只有小时候在课本里看过的食虫植物可以一次蒐集完成 绿世界生态农场在设施的规划与维护上也很完整 有果汁坝 景色无敌的雨林咖啡 礼品店啊 主题餐厅什么的就不用说啦 但他们连美食街都是由知名餐厅唐朝入住经营的 最重要的是 这些设施卖店与餐厅都是在维护良好的状态下持续营运中的 即使我们去的那天是礼拜二非周末假日时依然全数开门营业 这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台湾的各类园区最缺乏的就是维护与服务 不是每个园区都是迪士尼乐园或环球影城 能够靠什么独步世界的设施景观或创意吸引游客 比起老是吹牛自己盖了怎么样又怎么样厉害的硬体设施 更重要的其实是服务品质的维持与园区环境维护的用心 我觉得绿世界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是我很不爽没有拿业配但还是要用力推荐大家来玩的地方 不过最后我还是建议一下啦 是不是要考虑换个名字啦 绿世界这个名字会被误以为是植物园啊 真的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蒋文青比你爱台湾 拜托订阅分享留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 被没听小铃铛